好来看到花莲转运站从去年营运到现在 在长达10天的春节连假 除了从台北宜兰前来花莲的旅客 也有民众选择搭乘客运返乡出游 除夕到大年初三一天大约有500多人上下车 尽管春节的假期结束了 依然有不少民众是选择台湾好行泰鲁阁等线 趁着寒假前前往花莲各景点出游 发挥出运的功能 往年遇上春节等国定廉价 花东台铁车票总是一票难求 而苏花改自2020年1月6日通车后 国道客运也有台北直达花莲的北花线 让前往花东的民众多了一项大众运输的选择 花莲转运站自去年营运至今 有效整合各客运路线 在今年春节10天廉价 转运站在发车时段就涌入不少搭车人潮 我们从除夕的当天开始有550位左右 到了初二、初三 到了初三开始出游 我们的旅游人数已经可以达到了 880几位的旅客进出我们的转运站 那所搭乘的班次呢 基本上都是以310太鲁阁县 303重谷县 以及304的回南东海岸线的旅客为主 那加上我们从1月16号开始 就是我们的Mars的优惠套票 花莲转运的真行官方网站成立以后 那旅客可以用更CP值高的一个价钱呢 去购买我们的303、310、304的一些旅游套票 那除了花同样的钱 然后能得到更高的CP值 旅客也相当的高兴 那购买的这个数量呢 逐渐的往上升 这是让旅客得到更多一层的一种服务 花莲转运站表示 搭配国道5号速花改 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 相较自行开车可节省40至60分钟行车时间 直到大年初一 车程都与平常一样为3小时 同年客运310次台湾好行泰鲁阁县 迎接大批走春人潮 发车时段前都大排长龙 从小年夜到初三 每日都约有近600人上下车 廉价结束适逢寒假 依然吸引不少民众出游使用 搭配花莲又真行数位套票 有效发挥返箱出游输运的功能 记得长方彦华联士报导